遭到的經濟制裁 一名在臺灣研究所念書的俄羅斯學生 家人沒有辦法匯錢給他 一度經濟陷入困難 他的朋友甚至向老師借了幾萬塊 才能夠度日 日前他在臉書成立了社團互助 這名俄羅斯的留學生職言 雖然他們是不支持普丁 不贊同戰爭 但還是無辜的遭到迫擊 拿著印有俄文 俄羅斯聯邦銀行的黑色信用卡 還有這張白色的 現在全都變成沒有用的塑膠 他是在政大念研究所的俄羅斯學生 無二戰爭害他無辜遭到迫擊 超級不方便 Visa還有Mastercard都不吃菜了 假如我父母現在有轉錢給我 他們不能直接轉給我 借股一次也不是很多 可能五六千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因為他完全靠著父母 就是他的生活完全靠著父母 從俄羅斯轉給他的 所以他那個時候 好像向老師借了好幾萬 俄羅斯被國際經濟制裁 導致Visa、Mastercard都無法刷根匯款 只能到處求救借錢 生活陷入困難 在臉書組織一些人 然後如果剛好有些人 可能需要台幣 然後有人需要蘆布 他們就可以私下 聊一下怎麼賺錢 這個台灣俄羅斯交流社團裡 在台的學生求助五千元台幣 由其他學生先借他 而他們在俄羅斯的家人 在用蘆布轉帳交易 雖然手續很複雜 但這也是唯一的辦法 根據統計台灣目前總共有四百二十五位俄羅斯級學生 烏克蘭籍則有七十二位 人數多了將近六倍 同樣需要被照顧 別忘了他們也是這場戰爭下的受害者 就陳映祥審訊台北通報道